张嘴 啪 小心啊 喂 张琪 妈 靳阿姨和郑叔有紧急任务回不来 苏年发烧了 一个人在家 你去看看吧 苏年发烧了 是啊 顺便买点吃的过去 我没钱呢 喂 妈 你说苏年那怎么了 苏年发烧了 那 那肯定是林雨林的 那我去看看他 你去买点补品吧 我没钱 那你钱呢 我都买冰块了 你看着吧 你先出来 苏年哥 你没事吧 苏年哥 你没事吧 怎么那么烫啊 像被煮了一样 先煎蛋 蛋要两面煎 然后 然后煮面 那要煮 煮四到五分钟 就可以把面捞出来 五分钟 然后 再煮菜 再煮五分钟 煎蛋 煮面 煮菜五分钟 开始 你是干什么呢 煮面呢 等了好久了 一点都不进都不进 你不开火让面自燃啊 忘了 苏年哥 吃饭了 来 张嘴 啊 啊 苏年哥 听话 吃饭了 快点 张嘴 啊 苏年哥 你理理我吗 苏年哥 好 理你 来 张嘴 啊 小心啊 啊 再来一口 爱 是曾经的少年 清澈一如从前 谈笑间 用善良挥进世界 曾经错过了的世界 慢慢敷出 来 你回家拿摩镜 我去看看 我们不要有成章啊 好 小雪 如果我像苏年一样生病了 你会管我吗 那就不一定了呀 那要看 你请我吃多少顿病人客了 怎么到我这儿就这么现实了 跟你开玩笑的 你要是生病了呀 我跟苏年哥一起照顾你 他给你换毛巾 我请你吃面 行了吧 真的啊 真的啊 快去吧 到这儿见啊 咱们的老百姓呀 今儿可真高兴